马一掌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穷人互害啊 通常穷人的自尊心强还是弱 强 通常穷人的存在感强还是弱 弱 通常穷人是更瞧不起穷人还是富人 瞧不起穷人 通常强者和弱者比 谁更容易抱怨 更容易计较 弱者 弱者和强者比 谁有了权利 更容易悬败自己 弱者 小鬼难缠啊 那你的启发是什么 看来穷人就是因为自尊心太强 存在感又弱 更瞧不起穷人 所以才会相互伤害 其实是这样的 首先呢 是环境识人 不单是穷人 是弱者 其实大部分我们中国人都很熟悉互害 上学时候被同学打小包告互害 上班的时候被同事互害 生活中被亲戚朋友互害 我呢 其实也被粉丝学生揭发过 还有呢 就是人性识人 人就是这么一个奇怪的动物 一旦有了一点点权利 他就想利用这层权利 来显示自己的权威和存在感 特别是弱者 遇到比自己情况更差的人的时候 他本能的充满着排斥 自己越是可怜 就越喜欢欺负别的更可怜的人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强者互斥 弱者互施 这背后其实就是社会底层弱势群体之间的一种互害思维 还有就是现实实然 基层严重固化 社会严重内卷化 穷人的生存空间狭小 上升通道基本被毒死 没有保障 哪有心安 我理想的社会是 让强者守规矩 让弱者有希望 让能者有机会 让平庸者有保障 人人对自然有敬畏 对生命有尊重